劇協 他們兩個真的披掛上陣 不管實際在法院的工坊怎麼樣 just 阿扁在土城會感受到無限的溫暖 他的案子沒有理由盡他辯護 他的案子在道德上那么明显的错误 甚至于顾立雄他都不愿意辩护了 民进党还请他辩护什么 所以他的人权替他声援这是没有问题的 替他辩护那太离谱了 这个是很有趣的 民进党内部有人在建立说 苏贞昌、谢长廷、高志鹏 他们跟美丽岛一样去组个团去救阿扁 民进党对扁案是可以关心 那他不能介入 民进党到现在就一个堕落到这种地步 就是他因为扁案让他没有办法展翅起来 做一个像样的反对党 还有他的立法委员坦白说素质不够 比如说这个案子 其实林卓水讲得非常清楚 他跟美丽岛事件的正式事件是不一样的 难道政治追杀你们还承认吗 那以陈水扁他贪污了这个样子 你说叫这个要选2012的苏贞昌也可以 或是谢长廷也罢 他敢去帮他辩论吗 谢长廷跟苏贞昌到目前为止 只是到看守所里头去探望陈水扁 表达司法人权的关注 但是他们不会去 我觉得他们还在想2012不可能去 因为为什么 连顾立雄都不辩护了 连陈水扁自己都说我要解除他的 郑龙他们律师的 包括公社的辩护人他都不见面了 你现在去不是 难道是陈水扁开了条件 我怀疑是不是陈水扁开了条件 叫高志鹏出来转达了 这不像话 我觉得而且今天蔡英文讲得非常清楚 这是谣言没这回事 我觉得评论这个事情有点可笑 如果民进党敢这样做 那民进党真的是解散算了 现在就是有人在建议 那现在怎么办呢 还点名孙昌昌跟谢长廷 我想非空穴不来风 或许民进党党中央 或者是他一些重要的人士 或中常委有提出这种想法 所以苹果日报才会引述 不会凭空捏照 但是蔡英文主席今天已经否认说 纯属谣言 所以党中央的态度是非常清楚的 想想看 连陈水扁都把自己的律师都解除为认了 有什么意义呢 苏贞昌 谢阳廷 顾律雄 借助都没意义了 连当事人都不要律师了 所以我还是很好言相劝 民进党千万不要陷入 陈水扁的泥沼 失去迈向未来机会 我也不以为难 民进党只关心 陈水扁的司法人权 那司法人权后面的贪腐呢 更大的问题怎么不谈呢 谈小吴避开大吴 今天主流民意非常清楚 是对陈水扁的贪腐舞弊 是非常痛恨的 我讲痛恨没有夸张嘛 去年立委总统大选 民进党输到脱裤子 难道不是这个后果吗 已经政治陈楚人 今天也不过是司法程序要进行而已 7月底陈水扁严压与否 我觉得我们应该尊重司法 如果蔡守信等三位法官 给他交保释放 我们应该要尊重 如果去严压 我们也尊重 想想看哦 517大游行 我再说一次 519早上4点半 是和平收场的 民进党都好不容易 做一个和平收场 那天还是挺扁人事 为什么在无事生非 再把陈水扁的严压问题 再把陈水扁的所谓的释法案件 难道自己身上来呢 民进党是要继续堕落下去吗 继续往地域的声音堕落下去吗 他英文是说他党中 他没有这样的一个准备 可是呢 像高志鹏已经要回去找他的律师跑 说他去找一找 不晓得找不找得到 第二个 今天记者也特别问他 7月份真的要救阿扁出来吗 今天小雯有段讲话 来我们看一下小雯姐的讲话 上一次的严压决定 我们觉得是非常非常不合理的 而且政治意味太强 所以我们觉得上次的严压 是一个不合理的决定 所以这是什么样的一个 有动作吗 我在记者会讲过嘛 等我们有具体的做法的时候 再跟各位报告 所以7月份这个严压亭的最后裁定 所以民党内长希望7月6 这个事情等我们内部讨论完整以后 再跟这个大家报告 所以他就清楚 他说是一个政治的一个严压嘛 对不对 所以7月份他昨天讲了 他有最高机密啊 就阿扁出来 其实我要反问这个蔡英文蔡主席 哪一点跟政治有关系啊 你这个口径不是跟陈水扁一致了吗 不就是司法吗 针对逃亡串供之余 或者重罪鸡压 这个在审酌吗 这第一个 第二个 你要看这个什么 请美丽岛世代的律师 出来帮这个阿扁辩护 是哪一方放出来的消息 箭头所有纸都是停扁系的 比如说有传高志鹏 有传陈明文 这就是阿扁在北索的一个教证手则嘛 你说他在北索里面发动的 他这个 因为停扁的这个意图 就是说 他是想把自己的这个弊案 连结美丽岛的那个磁带精神 而且呢 不知道是高志鹏自己列队 你你跟他 他跟谢长廷书认差一样 乱了备份乱了套了嘛 乱了彼此之间的那个位阶 今天在扁的律师团里面 有个洪桂山律师 他自己就是美丽岛时期的辩护律师嘛 那所以这样一个招出来 就是要把自己的案件跟美丽岛 类比在一起 说我们是招政治迫害 就像那个金恒伟 把他不当类比 成那个林宅血案一样 都在玩这种把戏 所以我要呼吁这个参议员 你不是光去否认这个新闻 你要告诉我们 你们长期说 阿扁人是个司法人 遭到迫害 而且你把定义是因为遭到政治迫害 这个东西就是混淆不清 这个阿扁人口径 其实是一样的 最严重是刚刚光姐那个职业 她说政治的严压 那政治动作在 到底哪一部分是政治的 第二个她已经讲了 她昨天说她有 有一个准备啊 去救阿扁 不是啦 蔡主席讲这些 就是一种妥协嘛 要安抚党内一部分人嘛 但是救这一件 超级律师团 我有不同的看法 我跟你讲 高志鹏今天讲的 还算有良心 他真的今天讲的 一点都不像 那个阿扁的嫡系 他说他白跑 都不像哪里去了 那个律师跑哪里去了 我不是白跑 他不是律师 他说律师跑不像哪里去了 他是在调侃自己 他根本就没有把这件事情 看得很严肃 对不对 还有呢 林佐世宏也扩大解释了 为什么不晓得是谁提 今天提这个案子 人是有点天才 但是呢 他们提的案子 是要捍卫阿扁的 所谓司法人权嘛 就是有关七月延压的问题 那今天林佐世宏 没办法再扩充解释到 顾立雄的事情 顾立雄是扁案的 实质的本身 本身的部分 民进党已经不管了嘛 但是我觉得今天提这个案子的人 有人说是陈明文 有人说是谁 我不管啦 但是提这个案子的人 真的是什么呢 就是要为难蔡主席嘛 就是要为难党中央 就是要让党中央穿小鞋 就是要让党中央穿小鞋 今天案子如果真的办下去 真的实现的话 大家闭起眼睛想想 哦 苏贞昌 哦 这个卸糖庭 这大把子都弄出来在抵 拼了 拼了 那还得了 那我们这个节目就不用休息了 就连续每个晚上开四个小时 都可以谈不完 所以这件事情 我认为啦 提的人是可笑 放话我觉得 放话还是小事 现在是蔡英文的态度 对了他昨天就已经讲说 他已经有准备走手 他今天就批说是一个正式 企业份 有人讲说企业份 你阿扁不放 你就抓狂啊 那我同意啊 沈大老刚刚的解释 那我整个的观念 就是公妈 不 就扁系加公妈派 加停扁派 扁系加公妈派向停扁派 那我觉得从蔡同龙 昨天说要送请帖 到今天的 他们是反蔡作战大联盟 同一个脉络 同一个脉络 对不对 那我昨天晚上 我也在这个地方讲 就是反蔡联盟 就是夺权嘛 那对于这种夺权的作为 今天蔡英文的回忆 那我觉得是过于懒弱 他应该直截了当地讲 没有就是没有 你说要雇阿扁的政治人权也好 你说要雇阿扁的司法人权 那是另外一回事 我们今天去分析这则消息出来 根本是这些人 他想我帮他干脆定一个名词好了 叫做反蔡作战大联盟 以阿扁为名义 让蔡英文下不了台嘛 你定位是反蔡英文 可是问题是蔡英文 也认为说七月份就要把阿扁放出来 不放不出来不行啊 今天蔡英文讲的这一句话 很特殊 他说严压不合理 那既然说陈水扁的严压不合理 你身为民进党的党主席 当然需要采取一些行动 去纠正这个不合理 那采取这个行动范围里面 包括了旧扁的律师团 或者只是为了让这个严压 能够不再继续严压的这个 辩护律师团 或者是律师的资源 比如说我们看到某些人 有的困境我们都说 我们找个义务律师去帮他忙 所以如果你到蔡英文 到时候连个义务的律师团 你民进党都不约理组 去处理这个不合理的严压 那你民进党还能站在正义的一方吗 所以说那个后来 架势推下来就是这个样子的 所以他一方面又不组律师团 一方面又说这个严压不合理 那你表示什么 口会死不住嘛 就说蔡英文只是说 我就说公公就好了 所以这样蔡英文来讲 反而是不好的 所以他不以先讲说严压不合理 如果一讲下去的话 你不组律师团 你这站不住嘛 可是我们在讲 当然站在一个 我们跟他竞争对手的一个政党 连敌又有选举 我们当然很乐意看到民进党 有一个很庞大的律师团 就为阿扁 不管是为严压 反正社会气氛也不会搞不清楚说 你到底是为了他司法人权 为了他的严压 还是为了他实质 不像说神务上会搞那么清楚 不会啦 社会气氛一定讲说 民进党现在做一个 20个律师团 庞大的为了救陈水扁 你救啊 到时候你救不了民进党 我们欢迎罗斯爺 罗伟委员到我们的现场 我们等一下来请教一下罗伟委员 小英英讲 7月份 他们想办法要把阿扁弄出来 而且他定位是已经是一个 人权受亲爱之外 他认为是一个政治动作 这样合适吗 阿扁这个7月份会放出来吗 我们马上回来讨论